昨天那個是連卡片都不收 這個說實在給張翰正還滿不給面子的 那我原本覺得說 怎麼會有人蠢到這種程度 但是後來轉念一想 我發現張翰正可能用的是另外一種戰術 叫做哀兵之計 因為他姿態做足了 擺到最低 然後你邱一聖如果 還給他吃閉門羹的話 那個輿論會逆轉的 說你邱一聖你也太大牌了吧 人家都已經這樣子了 你還想怎樣 所以邱一聖今天非見不可 今天非見不可 那見面談了20分鐘 基本上在那種公開的情況之下 大概就是雙方高來高去 客套話談一談 但是其實我早就預料過 我說可能在朱立倫出國前 搞不好還會出現另外一個畫面 就是朱立倫右手拉著張翰正 左手拉著邱一聖 然後大家喊團結動算 旁邊可能還有 呂玉玲 羅志強 萬美玲 魯明哲這些人 搞不好還有桃園市議員 我覺得這些都是選舉的SOP 真正要關切的是 你邱一聖最後你會不會真心的 盡全力的幫張善政服選 還是只是見個面而已 對 見面沒什麼了不起的 所以我覺得最後是來看從今天兩個人 談話的這種不著邊界的談話 我覺得雙方其實還沒有辦法開城布公的談 因為一般來講這種情況就是 我應該私下先去跟邱一聖見個幾十面 雙方談了差不多之後再來一次公開見面 你這個談的東西才會具體嘛 比如說我當面邀請你擔任我的 競選總部的主任委員或榮譽主任委員之類的 這才會比較具體的東西 你就兩個人見面高來高去 其實我也可以去拜訪一下邱一聖 我相信他應該也會見我 大家也可以談個二十分鐘 他說大家可以來 所以我覺得這種見面就只是一個 為見面而見面形式上的東西 張善政接下來要克服的困難還有很多 不是你跟邱一聖見一次面 之前提名過程中那些不愉快 他就完全沒有 你要知道邱一聖跟李玉琳他們花了多少資源 為了準備爭取提名 結果現在通通化為烏有 你覺得他們會很心甘情願的就直接幫你服選嗎 所以接下來對張善政來講 挑戰真的才剛開始 然後桃園的基層看起來他也不是太熟 所以你看這兩天他去桃園 其實都是比較清廷點水式的 他沒有有系統的在桃園做我要選市長的樣子 結果他連樣子他沒有做 就是我去拜訪一下陪羅之翔陪走 然後拜訪一下邱一聖 這個不太像桃園市長選舉的行程 那如果我說我要選舉的話 我再來講應該要拜訪誰才是SOP呢 你應該不是 你應該就是行程我就是要排一天了 因為你現在你到今天開始 到今年底11月26號為止 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當選桃園市長 那還有什麼事比這個更重要的 你就應該是桃園要排一整天的行程 不管你公開或不公開 你應該是整個行程要排下來 而不是只有讓我們看到說 這種清廷點水式的行程 我去議會之後 他走了我才到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到了之後發現一堆記者在那邊說 這個黃議員你怎麼現在來 那個張善政剛走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張善政走了 而且我也不知道他來 所以都是很臨時 可能他約好了 當然議會和議長他也不會跟我們通知 雖然我也是國民黨團的幹部 但是我看畫面後來 有國民黨團的總召議長 還有國民黨團執行長 國民黨團兩個副總召 其他議員都在 表示這真的是好的開始 雖然跟議長見面也是二十幾分鐘 不到半個小時 一樣是像趕火車趕電車一樣的行程 但是我提醒張善政 我建議他就不妨如此 用這種電車吃汗的心情汗 怎麼說電車吃汗 電車吃汗聽起來感覺好像很負面 但是不要有歪樓跟錯誤的解讀 我剛剛不是講他昨天去見 魯明澤萬美 然後就跑去議會 然後吃了閉門羹 那今天去陪梁維超 然後好像感覺問導遊一下 走不到一個小時 因為他們今天的行程 是走兩三個小時 他們已經走了第五天了 羅志強跟梁維超議員 每次都是走一個早上 八點開始走到中午11點多這樣 那張善政他後來在直播當中 他有說他改天會早一個時間 播三個小時全程走完 所以他今天其實是走了三分之一個時間 就是一個小時不到他就先走了 所以有點像 就像剛剛那個舉經理問我的 蜻蜓點水 問導遊 好 離開了 然後去議會 就像剛剛晃哥講 晃哥 中年晃大哥的確是媒體出身 能夠洞察媒體和地方這個情況 的確 我跟你講 趕快拜訪一下 林晃哥跟瑞德哥 請逆一下這些媒體的幫生 因為他們真的是媒體前輩 以前我們也是同事 他講的其實我都不否認 的確是有這樣的狀況 但是也問了一下導遊二三十分鐘 但是也是好的開始 總比沒見好吧 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 六個月後的今天 就是台灣投票選舉日子 那你知道桃園有多大 桃園有十三個區 五百多個里 如果剩下六個月 那麼一個月算三十天好了 一百八十天好了 你知道一天要走三到四個里 才能夠把桃園所有的給走完 單單走一趟 他不善用 他叫善政 卻不懂得善用時間 現在要做的不是 這邊問一下導遊 那邊問一下導遊 然後這是沒有用的 你要趕快下去了解 你去找一些什麼 你以前的財經專家 什麼科技專家 副院長 還有農委會主委 講一大堆要像韓國瑜當時一樣 組織一個可能國政顧問團 市政顧問團 那哪有韓國瑜現在在做總統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做的是什麼 要接地氣 他接的地氣有夠嗎 剛剛這個舉經講說 他開始會接地氣對不對 他接地氣是接那麼一點點 剛剛至少黃近平講到一個重點 一時韓阿來 他知道我跟鍾連晃 如果他來請教我們的話 對他幫助很大 第一一來他有知識分子的傲慢 所以他不會來找我們談 第二 找我們也不會理他 我想坦白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根本不會找我們 他有一種傲慢 張善政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有一種傲慢 不會 我會找你 那麼事實上你找我 我可能跟你出去 到我來看張善政我就離開了 剛剛講到什麼電車痴漢 我不知道日本的AV的變態的東西 可以用在張善政的建議上面 那個不實際 什麼叫電車痴漢 電車痴漢 就是在日本的電車上面 在這個空間裡面 不管別人的意見是怎麼樣 上下其手 這叫電車痴漢 我們不會這樣 我只是要痴心就好了 專情痴心 用在選舉上面 用在這次朱立倫 硬推這個張善政還滿像的 你知道嗎 滿有那麼一套的就對了 當然我知道黃敬平是好意 可是問題是 如果張善政會這樣 他就不叫張善政了 他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不是嗎 結果敬平各政很壞 他明明知道電車痴漢是個負面的 一直講張善政 那你把電車拿掉 我說要痴情的痴漢 痴漢更負面 你不要從負面解釋 電車痴漢只在電車裡面痴漢 痴漢是到處都是痴漢 你看那種痴情專情的精神和角色 不要上下其手 我講國民黨上個痴漢是誰 韓國瑜 韓國瑜那個時候 他原本 是不是在選高雄市市長的時候 王金明跟他互動無間 然後王院長幫他辦造事 三三造事 一波比一波好 結果那時候他們談什麼 之後王院長如果要選總統的時候 韓國瑜要支持嗎 後來韓國瑜不是就是丟包王金平自己要選嗎 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在6月我記得是10幾號的時候 突襲立法院 然後去找王金平 王金平也硬著頭皮 兩個見面也拍照 跟今天議長的狀況一模一樣 又見面又拍照 那我就問見完面拍完照之後 有沒有看到王金平幫韓國瑜動 沒有 一路人眼旁觀到韓國瑜被罷免那些 王金平都沒動 這件事情就很現實了 就有些事不是拍照就有用嗎 另外一個 韓國瑜另外吃飯的時候 他去見AIT主席莫劍 跟莫劍見面的時候說他拍張照拍張照 然後莫劍就跟他拍完照 拍完照之後美國一路搞韓國瑜 連澳洲董寧Maurice都出來說有間諜 一路搞韓國瑜把韓國瑜搞到落選 有些事情不是有見面就有用嗎 我這樣講 今天羅志祥做的行腳桃園這件事 是很扎實的行腳 因為這是羅志祥第二輪 第一輪他有點像是徒步旅行 就走到哪裡誰嗨 就很慘沒有人理他 可是這一次你仔細去看羅志祥 新腳桃園的行程 是很扎實的組織站 他是一個一個里長去拜會的 每一個里長都打招呼打到 然後有親自握手握到 這是很扎實的組織站 就跟他有什麼問導遊 這已經不是時間 就是說他每一分鐘都是有意義的組織站 那這件事情持續演變下去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問會不會有好事的媒體 開始做民調 做羅志祥支持度多少 張善政支持度多少 如果今天羅志祥的支持度比張善政多個5% 多個7% 多個10% 請問張善政還需要選下去嗎 會不會給羅志祥拖黨參選的勇氣